诗篇第二十一篇 他向你求受 你便赐给他 就是日子长久 直到永远 他因你的救恩大有荣耀 你又将尊荣威严加在他身上 你使他有红福 直到永远 又使他在你面前欢喜快乐 王依靠耶和华 因至高者的慈爱必不摇动 你的手要收出你的一切仇敌 你的右手要收出那些恨你的人 你发露的时候 要使他们如在炎热的火炉中 耶和华要在他的正露中吞灭他们 那火要把他们烧尽了 你必从世上灭绝他们的子孙 从人间灭绝他们的后裔 因为他们有意加害于你 他们想出计谋 却不能做成 你必使他们准备逃跑 向他们的脸搭建再旋 耶和华 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 这样 我们就唱诗歌颂你的大人 诗篇第二十二篇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为什么远离不救我 不听我哀哼的言语 我的神啊 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 夜间呼求并不住身 但你是圣洁的 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 我们的祖宗依靠你 他们依靠你 你便解救他们 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 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 但我是虫 不是人 被众人羞辱 被百姓藐视 凡看见我的都痴笑我 他们撇嘴摇头 说 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 耶和华可以救他吧 耶和华既喜悦他 可以搭救他吧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 我在母怀里 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 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 你就是我的神 求你不要远离我 因为极难临近了 没有人帮助我 有许多公牛围绕我 八山大立的公牛 四面困住我 他们像我张口 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 我如水被倒出来 我的骨头都脱了结 我心在我里面 如纳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 如铜瓦片 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 你将我安置在 死地的尘土中 犬内围着我 恶党环绕我 他们扎了我的手 我的脚 我的骨头 我都能数过 他们瞪着眼看我 他们分我的外衣 为我的礼仪 拈揪 耶和华 求你不要远离我 我的救主啊 求你快来帮助我 求你救我的灵魂 脱离刀剑 救我的生命 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 你已经应允我 使我脱离野牛的脚 我要将你的名 传于我的弟兄 在会中 我要赞美你 你们敬畏 耶和华的人 要赞美他 雅各的后裔 都要荣耀他 以色列的后裔 都要惧怕他 因为他 没有藐视 憎恶受苦的人 也没有向他颜面 那受苦之人 呼吁的时候 他就垂听 我在大会中 赞美你的话 是从你而来的 我要在敬畏 耶和华的人面前 还我的愿 谦卑的人 必吃得饱足 寻求耶和华的人 必赞美他 愿你们的心 永远活着 地的事迹 都要想念耶和华 并且归顺他 列国的万族 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因为国权 是耶和华的 他是管理万国的 地上一切 丰肥的人 必吃喝 而敬拜 凡下到尘土中 不能存活 自己性命的人 都要在他面前 下拜 他必有后裔 侍奉他 主所行的事 必传于后代 他们必来把他的公义 传给将要生的名 言明这事 是他所行的 诗篇 第二十三篇 耶和华 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 青草地上 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他使我的灵魂 苏醒 为自己的名 引导我走异路 我虽然行过 死鹰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为你与我同在 你的杖 你的肝 都安慰我 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宴席 你拥有高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意 我一生一世 必有恩惠慈爱 随着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华的殿中 直到永远 十篇 第二十四篇 地和其中 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 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 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 他的圣所 就是守洁心轻 不向虚妄 启示不怀鬼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 又蒙救他的神 使他诚意 这是寻求 耶和华的族类 是寻求里面的雅各 希拉 众臣门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被举起 那荣耀的王 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 是谁呢 就是有力 有能的耶和华 在战场上 有能的耶和华 众臣门啊 你们要抬起头来 永久的门户 你们要把头 抬起 那荣耀的王 将要进来 荣耀的王 是谁呢 万君子耶和华 他是荣耀的王 希拉 诗篇第二十五篇 耶和华 我的心仰望你 我的神啊 我素来依靠你 求你不要叫我羞愧 不要叫我的仇敌 向我夸胜 凡等候你的 必不羞愧 唯有那无故心奸诈的 必要羞愧 耶和华 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 将你的路教训我 求你以你的真理 引导我 教训我 因为你是救我的神 我终日等候你 耶和华 求你纪念你的怜悯 和慈爱 因为这是亘古以来 所常有的 求你不要纪念我 幼年的罪前 和我的过犯 耶和华 求你因你的恩惠 按你的慈爱 纪念我 耶和华 是良善正直的 所以他必指示罪人 走正路 他必按公义 引领谦卑人 将他的道 教训他们 凡遵守他的约 和他法度的人 耶和华 都以慈爱 诚实待他 耶和华 求你 因你的名 赦免我的罪 因为我的罪 重大 谁敬畏 耶和华 耶和华 必指示他 当选择的道路 他必安然居住 他的后裔 必承受地土 耶和华 与敬畏 他的人 亲密 他必将自己的约 指示他们 我的眼目 时常仰望 耶和华 因为他必将 我的脚 从网里 拉出来 求你转向我 连续我 因为我是孤独 困苦 我心里的愁苦甚多 求你救我 脱离我的祸患 求你看顾我的困苦 我的艰难 赦免我一切的罪 求你查看我的仇敌 因为他们人多 并且痛痛地恨我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搭救我 使我不自羞愧 因为我投靠你 愿存权正直 保守我 因为我等候你 神啊 求你救赎 以色列脱离他 一切的愁苦 真言第五章 我儿 要留心 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 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 谨守谋略 嘴唇 保存知识 因为 淫妇的嘴 滴下蜂蜜 他的口 比油更滑 至终 却苦似阴沉 快如 两刃的刀 他的脚 下入死地 他脚步 踏住阴间 以致他找不着 生命平坦的道 他的路 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众子啊 现在要听从我 不可离弃 我口中的话 你所行的道 要离他远 不可救进 他的房门 恐怕 将你的尊荣 给别人 将你的岁月 给残忍的人 恐怕外人 满得你的力量 你劳碌得来的 归入外人的家 终究 你皮肉和身体 销毁 你就悲叹 说 我怎么恨恶训惠 心中藐视责备 也不听从 我师父的话 又不侧耳 听那教训 我的人 我在圣会里 几乎落在 猪般恶中 你要喝自己 池中的水 引自己井里的 活水 你的泉源 岂可掌溢在外 你的河水 岂可留在街上 唯独归你一人 不可与外人同用 要使你的泉源蒙福 要喜悦你幼年 所取的妻 她如可爱的幽露 可喜的母露 愿她的胸怀 使你时时知足 她的爱情 使你常常恋慕 我儿 你为何恋慕淫妇 为何抱外女的胸怀 因为人所行的道 都在耶和华眼前 她也修凭人 一切的路 恶人 必被自己的罪孽 卓著 她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神所缠绕 她因不受训惠 就必死亡 又因愚昧过甚 必走岔了路